其实今天的主持人应该是老婆才对的 买花也是这样,扣肉也是这样 首先,将五花这块 这块五花拿去炸 哇! 经过一辆沸腾之后 这个铁板牛肉就已经安静下来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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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今天又是一集影片 我和老婆出去吃饭的日子 好像调转了,不过不要理他了 我所在的位置是教口客运站 今天我们会去岭南花卫市场走走 里面会有国村 亦有可能会去到塞把口 各种地方 我们接到老婆再接到观众就知道了 今天早上我已经一早验了一次 哇! 这里排队排到 哎! 瘦了线 超级夸张 这里要排多久 我都很久没见过排这么长龙 现在在市区、海珠区 很多地方都很方便便验得到 好像这么长龙 很少建议 在这里前面有一个楼盘 叫做日彩新世界 在旁边亦会有一间学校 叫做日彩四中的校区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总之就是四中 它是属于四中的分校 中数周知四中是不会在这里的 到了这个中数 很多同学已经放学了 拿着一代二代回家放假 镜头的正前方 就是岭南卫市场的入口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 喂! 这么个正局 不是岭南卫市场很旺吗? 其实是这样的 岭南卫市场最旺的时候 是凌晨时分 到时候会有很多大货车司机 来这里卸货和装货走 很多老板来这里采购 来到这个时候 是应该可能是全日最冷清的时候 而且加之今天是星期五 又未到过年等 当然是人少一些 面前就是刚刚我所说的 廣州市第四中学 这里是分校区 同学在这里刚刚放学 刚才我们在地铁站都见到很多 旁边就是一个楼本 日彩新世界 这个学校是有高中部和初中部的 和大家去过不少学校 尤其是小学 门口是很紧张的 但相对 初中和高中就没那么交惯 因为它跑得比你快 四中 来到这里 又再讲讲上边这条高速路 原来我问了老婆 它是一条规划好的高速公路 放射线 放射线 那要不要收钱 在珠江桥旁边的放射线 即是在珠江桥旁边 有一条路 一条路就下来这里 另外一条路 就是我现在头上这个 一路就去到南海的方向 我知道 搭得到大家这么多 因为我手上的资料 也只有这么多 都起了一段时间 好了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花市 大家见不见到上边这个 这个其实还是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 我记得曾经坐过火车 去哨庆就会经过这里 这里不是叫高铁 应该叫动车 和系号都会在这里经过 莫名三水 莫名三水 对啊 上边也有一些电线 行过这个桥窿就正式进入花卫市场 正如我先头所说 到这个中数又不是差不多过年 这里很冷清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到过年 那个星期啊 你能入得到泥啊 第一千万不能开车 到过年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这么开车 第二要早点来 因为在这里走过去教口地铁站 其实都可以方便 去到那个时候 地铁上边五号线 就哇 每个人都是拿着大代世代的那些 漂亮花的 到现在就肯定是很少人买花的了 过年他们都进入过去的 哇当时虚陷到非常 寸步难行那种 这间呢 正在做这些什么 木头的木雕 木雕 木雕好 比如这只马 我想我这么肥呢 坐上去都应该OK 还有这些茶盘 这些茶盘也好啊 用来和朋友吹一下水啊 谈一下生意啊 不过不知多少钱 还有很多椅买的 这些木雕 这张茶几仔 一百八十元 隔壁这个也是 是啊 不要看它那麽脏 那麽橙 其实抹干净它 可能手工好再打一打 那些纳 这些很漂亮啊 老婆又开始带我来认一下花 她说面前应该是勒杜娟 这个我就认得了 这个就是多肉 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些多肉 种到好像一盘盘灾 我是很喜欢很小棵 很小棵那种 种到很滴色那种 这个是茶花 为什麽不开东西呢 茶花 好像是哦 接着又被她发现了 金银花 金银花 我就认识了 这种认识吗 是哦 这种是什么 富庸 富庸 会不会开花的 不会 不会 如果你不干就很容易死 哦 空气环境不好就会死 对 或者手摸过它 哦 这样的 然后呢 面前这些都是高架桥上 人行天桥上 那些勒杜娟 这些挺好种的 这些真的好种 每年到十月份之后呢 夏天都有的 全部都是 尤其现在是最漂亮最漂亮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回到广州呢 在街上开车的经过 都会见到勒杜娟 来到这里呢 还发现这个 这个缩得快 8元一盘 缩得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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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现一个粥 这麽小棵 种完之后会变得很大棵 12元这种 这个叫做什么粥 基翠粥 基翠粥 我这裏有块牌 基翠粥 挺好样的 十二元一棵 12元一棵 走的时候还开卖 好啊 好啊 除了鲜花以外 肯定少不了花盆 花我感觉麻麻 但不知为何我对于装着的东西 例如花盆这些是很感兴趣的 老婆已经说了 她已经看好那棵粥了 因为我们又要去拍摄 又要去吃东西 所以现在就肯定不买 如果等会走的时候 见到她还有开招 老师 我们就会买一棵 因为我们等会走回这里走 这个叫葫芦粥 我还以为叫艇仔粥 像不像艇仔 挺像啊 这个是荔枝 这个 人心果 真的好在 我只是说 这是人心果 这个 扁柏 什么 柏树 哦 它是扁的 所以叫扁柏 又学习奇奇怪怪的知识 这个是什么 最流行的了 这个是 不知道 多宝 加宝果 哦 这里写着字 没有写你就知道 没有写不知 一年四季结果 四季加宝果 这里还有很多茶花 没卖 当然未开 如果释養的那些 我就知道 它有办法令到回去 之后就会开得很漂亮很漂亮 来到这里 竟然发现这个小叶子坛 这个很耐生的 很耐生的 对 生长很慢 应该动作 我进来这里逛逛 我又记得过年时 这里差点 挡失了路 五元一盘 这么快 已经有这些蝴蝶难卖 大家猜猜多少钱 老婆见到 已经在这儿惊讶了 五元鸡一场 这些又五元 五元鸡 我算不是 后面那些都是五元鸡 这些又不是 这些后面那些 我算就算不是 都是十元 一棵很漂亮 一到过年 这些超贵 哇 上面这只好看 大家猜猜多少钱 十元一棵 这个也是 十元一棵 那里面还有很多 那为何不是过年才有 现在也有 真的厉害 现在热到这样 今天气温是30度 过年气温 8度 它一样可以令到蝴蝶难开花 又被老婆发现 这个 她说 这个叫光头谷 这是他们的学名 不是 学名 不是学名 是他们自己称呼的名 是 但是有些五元六色孩 有些深厚 再来就是 刚才这种 我差点想说个名 一说老婆 就会骂我 我也是不要说的 这里吸引到我 几多花盘 五花八门 我看得到 也不会很贵 是吧 比如这些 几瓦 放在这个位置 应该不会很贵 我喜欢小一点 比如这个 这个 不过它不太方 这种 它有些少少瑕疵 就不太方 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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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人手手工做的 手工才最贵的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你不喜欢这个 这个 这个 应该叫做 有面吧 我喜欢 有少少瑕疵 有少少 它涂得不太好 就是方这种 四十块 是吧 圆的 不同 圆的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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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圆的八块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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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只方的 这个 我喜欢绿色 你去扫吧 扫十块 我去给钱 哎呀 老板 跟你说 有些还要是五元 真是交关 我去给钱 先 我们就买了个盆 等会去买那颗粥 又可以放在家里的阳台 这些粥是否帅 放在哪个位置 这个花盆 这个花盆 摆不摆得下 我拿着 摆就摆得下 一球 但是 下面的浅 可以 因为种民粥 拿来 文粥也很好看 这个多少钱 这个 这个老板很厉害 我们看对的 真的靠自觉 永远找不到老板 不知道去哪里 又发现这个 这个好看 我不喜欢那些粥 好像干了 粥粥粥 很死肉酸 这些就好看 但这些很难养 我常常都养不上 连你都养不上 那就是最好看 你以为我很聪明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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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多少钱 好 继续走 我们就找到价钱了 第一棵 看到竹脊高新的 是15元 后来我看到很漂亮 就18元 好 又发现这个 这个叫什么 夏威夷椰子 夏威夷椰子 是 它连在盆 你可以拆起它 然后放在刚刚买的盆 这个好看 真的 夏威夷椰子 可以养到很大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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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发现民粥 5元鸡一棵 买吧 你作试 刚刚看到那款 又发现刚才那款 一样叫做 鸡翠竹 12元 价钱是一样的 你看看 衬不衬 立刻试一下 我们决定试一下 我拿着 我负责拿着 你负责放 如果是一盆 我放不下 放得下 你要拆 拆就放得下 你要拆开才放得下 那不是一向都是这样的 一向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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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看过 这棵很小 就是这样的 放下 挺优雅的 放在洗手间最好 即是叶集乱无章 很难造型 这种有些型 哦 那就是这个 但不要这棵 可以吗 就民族 选择一棵 桶的一只色的 例如像这些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又不是这样 别以为 他就在慢慢选择 这棵也可以 这棵也可以 有心有浅 有乐 那会越生越高 是啊 你如果想造型 你要慢慢修剪 哦 你负责修剪 嗯 样子不大 就 变成一条竹框 这棵好些 筋 筋比较好些 这棵 左边那棵 对啊 对啊 要这棵 好 再试一下造型 就是这样 一路托住 去吃饭 放在饭桌面 哈哈 我去付钱 我们给了五元 老板就不知跑去哪里 然后我们跟隔壁的老板说 我们给了五元 完全靠自觉 那我就买了 我们就立刻组装了 一买完 老婆又看中蟹爪蓝 十二元一棵 又会这样的呢 生成之后是怎样的 很漂亮的 这棵是这样的 现在就生成这样的 哪一棵 这棵也有白色的 这棵也有好看 哇 这棵还有一棵 哪棵 哪棵 哦 这棵 很特别的吗 这棵也配了几个颜色 颜色越多就越好 又不是 自己喜欢 我就不要看一件白色 有些人 有些人喜欢红色多 这样的 那我就负责 哦 放入袋子 你怕不怕弄到那些碎碎 这时候可不可以 问老板拿些什么包包呢 来到这里 又考考大家了 大家知不知道这棵是什么树呢 我就不开猜了 嗯 加拿大的观众应该知道 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什么 缺泪 做景 即是前景还是后景 对呀 又要整团景那些 整团什么的 差不多 这个是25元一棵 好了 我们轻轻走过 这里是花卫市场的冰山一角 我想 以我的认知 可能十分之一都没有 甚至乎你去到国村那边 都还有 而且这一部分 就零售居多 如果去到批发那部分 在这里过去还有 但今天我们就不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5点半 我们轻轻在附近再走 那就差不多要吃饭了 这种叫太阳花 好像有些印象 小时候的家里种过 开花很大的 还有下面那些 根好像是吃得酸的 不知道是不是 紫苏叶 也有 整棵树 这么大的 紫苏叶 种了就可以在家里 天天炒田 吃了 十元鸡 我不是看错 十元鸡 来到这个区域 就更多 那些树 绿色的植物 比较大型的植物 刚才有些小盆栽 盆景 刚才是老婆考过我 刚才我忘记录影 这种叫什么 橡树 为什么叫橡树 因为这块叶 是好像大笨橡的耳朵 这样也可以 再来这个什么 大树菠萝 叫什么 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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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样 我老婆都不太懂 这种叫什么 马尾铁 老板真是好人 肯带我们 一看我们的图片 不像来买的 不过这些 你要有一间大屋 这个就是第一个前提 你摆到这么大棵 是很难的 我们只适合买民粥便算了 没错 大棵一点也不行 这个什么 茶花 这么大棵 138元大茶花 红色的 哦 这里原来有些小棵 马尾铁 下次我还是不记得的 不用问 这个是什么 这棵是棵架来的 末里 60元一盘 哇 挺大棵 这里有写着 非洲末里 90元 是一盘 再来还有整棵柠檬 这棵柠檬很小 这个不用老婆说 我都吃了 什么 又准备一下我了 葵 葵 葵的一种 鱼尾葵 我除了说 当然不是 糊头 痕糊头 摸了便会很痕 好了 花我们就买完了 又未够吃饭 天色又未黑 我还记得 有位观众曾经要求过我 去拍摄方信路 因为始终远离我们经常去的地方 今次我们终于来到 不是方信路 是五方路 五方路 一直在桥东小区过去就是了 出发 我们所作的位置叫国村 这些应该是经式房 还是什么 经济式房 已经卖到的了 应该有些可能是国村的福建房 国村 即是村民当地的自己的房子 你现在要给人住 就是这样 这些房子挺漂亮的 经过不远 终于我们在天黑之前 来到塞把口 观众要求拍摄的地方 应该就在这里进去 我们先拿个手机出来看看 我想不到 这里有个煲仔饭 有多热闹 根据地图显示 是应该在前方往右转 如果我们继续走 其实是会回到主缸桥的方向 是比较接近林凤娥小学附近 以前好像是方村区府 都在这边 不过我没什么印象 不是这边 后面 全是圍堂的 明白了 别人家里有花床 我也是懂皮梦 这个就是方村 这样得名 你可以这样理解 方村长大的小孩 就在这里 塞把口社区 没错 在这里走进去 这里走过去 大概还有三分钟左右 就会到的了 现在天色已经慢慢准备变黑了 尤其这两栋 这栋楼遮着光更黑 地图显示 在前方往右转就到了 我慢慢催着老婆 刚才老婆已经想去玩别人的妈妈 渴止住她 这里黑妈妈 其实进去是要拍卡的 我们跟着这里不用拍卡 继续走一下 因为根据地图显示 五方圆就在我左手边 因为真的不能进去 我没有办法看得到 究竟是哪一间屋 应该五方圆就是我面前这一栋 公众有说过是三号楼 我看到面前这一栋楼 已经是有家装电梯 我们会沿着这条路 一路走出去 沿路一路看 这里我们是不能进去的 没办法了 我只能把手伸进来人家的小区里面 这些楼大部分都是80年代风格的 极远处 这个位置是见到有家装电梯的 但我肯定没有办法证实 是否观众所说要见那间屋 实在没有办法 实在已经太黑了 而且不能进去 至少证实这个小区 是保安做得很好 像我那些白状的人 没有那么容易进去 新起的 它又没有国村那些这么企丽 但也挺安静 管理得挺好 经过不远 我们又回到兴冬路 今晚我们在兴冬楼吃饭 听老婆说 开了很多年了 看看有什么吃 餐买就特别多 这个已经很吸引我们了 第一个吸引到我们 就是这个 酥炸金珠豪 38元一例 已经代入购物车 至于炒花甲肉 相比之下 都已经不太想要了 下面有和味牛杂煲 48元 桑叶 上汤桑叶 25元 这边不够个人 再揭过来 这个 砂窝焗鲜鱼醇 35元 上面 黑椒牛仔骨 48元 铃 旁边还有 豉油黄鹅 只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本 给大家看看 这一本似乎 新一点 又是一道上汤菜 上汤 桑叶 不要紧 又说 挺浪漫 再来说 泰式香肉 48元 来自上星期 我们读下大餐牌 这本餐牌 就大 但是又不算很大 真的很矛盾 引领美食新风尚 挺old school 揭开的 当然是鸡 白切鸡 88元 葱油淋鸡 90元 烧鵝 55元 这些都不慢慢读 烧排骨 38元 看上去 不错 再揭开后面 刚才老婆说 有几款已经想吃 比如说 西湖牛肉羹 上次我们来方村 又是她带我去的 已经试过 整盒吃不完 那种要打包走的 粟米羹 35元 至于转过来 这边 需要预订的汤 预订的汤 慢慢读 再来 还有 刚才她看对了一款 的 石子鹿鱼 石子鹿鱼 应该是 是 炒牛柳 应该是看对 铁板牛柳 我们直接跳过 铁板牛柳 未找到铁板牛柳 这个又吸引我 香菠菇 肉香菠蘿 菠蘿 这些名字 够特别 够坏 旁边还有 苦皮尖椒 28元 真的不太贵 这些食物 杭包菇 脆香菇 菜炒神球 大多数价格 都是三十多元 有三宝 原来还有一些辣菜 我暂时发现到这一款 还有麻婆豆腐 吃饭 出来吃饭 很少有麻婆豆腐 会不会是我们广东人 第一道接受得到的 四川来的菜 很有可能 再来 超甜鱿鱼酥 也不贵 38元一例 不贵 不贵 铁板黑椒牛柳 是吗 铁板黑椒牛柳 是吗 40元一例 没有图片 这些铁板菜 也是不错的 让我看看 像这些铁板猪杂 38元 这是上星期 铁板 比较传统的粤菜 最后就是煮食 煮食 我就不和大家慢慢说了 因为我已经很肚饿了 快点下单 好 第一道送上来的就是 扣肉煲 扣肉 糊头扣肉 大家知道多少钱 38元 跌了 你看 我还以为是小刀 以为是小刀 想不到这样的尺寸 很棒 哇 铁板烟 也是刚刚送上来的 这个价格 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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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贴底 其实我觉得有点点贴也不怕 但是唯独就是怕它那些牛肉熟了一头 咦 正啊正啊 这个先放一把 再说回扣肉 其实我自小有几道菜是很讨厌的 扣肉就是其中一个 糊头我是喜欢的 但是那些肉不太适合 但是刚刚才老婆又教我 为什么要扣肉呢 她说了整套制作过程给我听 让我复出给大家 其实今天的主持人应该是老婆才对的 买花也是这样 扣肉也是这样 她说首先 将这个五花这块 这个五花拿去炸 炸完之后 就令到这个表皮变苦满 然后炸的目的 就是令到油脂出来了 很肥的 然后就浸水 浸水就浸到苦皮出来了 那些味道就能入到它 然后到最后 就继续继续继续蒸 有时候可能要蒸很久 可能蒸两个小时 最后就是一部 就是放在碗里 然后一扣一扣 所以就叫扣肉 真是惭愧 我到今天才知道 不喜欢吃怕肥也要试试 这么漂亮 之后我就知道 懂得吃的 应该是这样吃的 整件夹着 放在口中 就不像我刚才那样 分开来吃的 我刚才也说过 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扣肉 我怕肥 但我很喜欢它变成芋头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这个五花好像肥 我都觉得 尽量向浅尚即止 啞蛋肥 它炸得透 其实肥而不利 都不算很油利 一吃下去 足够足够 不要 就没有那种感觉 我还好 刺刺些什么呢 在这么多肥肉里面 我唯一接受到 就是在肥肉里面的肥猪肉 是可以吃 不过现在吃少了 因为怕身体不健康 所以就选择一些瘦的出来吃 再来就是这个状态 蒸得够时间 它那些芋头 一夹下去 已经开始有点粉粉的 是很辣的 健康饮食 也只是夹了肥的蒜 真的很好吃 就不是像我小时候 我很怕吃下去 有一种很脏的感觉 这个就不错 瘦这些适合我 可以称之为肥而不利 因为它会炸过 炸过就把肥肉逼出来 全部逼出来 下边也很传统 是铺了一个生菜 这些就是摆酒菜 我也很喜欢下边的生菜 确实 扣肉的肥肉 要和瘦一起吃 刚才我只吃过瘦的部分 老实说 真的老实说 没有夹肥一起吃 这么个人 这是真的 接下来试一下牛肉 经过一流沸腾之后 这个铁板牛肉 已经安静了 也是时候慢慢品尝 这样夹着 试一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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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一下牛肉 它是有轻热过的那种牛柳 来的 就不算很死死实实的 就是这部分 然后呢 因为有放这种辣椒 轻轻一点一点 那么多辣 但最佳的食法 应该是选择一些 有少少焦边那些 这个蒜头没有焦边 有少少焦边那些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就很好吃 因为呢 它用铁板 那么 瞬间煮熟了 咬下去的时候呢 是有少少焦香的味 然后呢 肉汁是锁在里面的 嗯 哇 这块好吃 这块 是啊 老实说 相比之下呢 我更喜欢这部分 多过那些 一件一件 这些 肉片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好吃 好嫩 哇 那些牛肉呢 吸收了那些汁 很棒啊 不是啊 生菜吸收汁 牛肉也吸收汁 真的 在这个时候呢 也配备了一碗白饭 因为晚上我们不敢吃那么多白饭 嗯 那种焦香味呢 好过瘾 广东人是喜欢啫啫菜的有道理的 有很多餐厅呢 只是做啫啫菜 已经可以 可以独成一家了 那呢 它用啫啫菜的做法呢 它是会 又不像煎炸的 没有那么油腻的 但是呢 又保留到 肉汁那种味道的 这个好啊 夹电辣椒 轻轻有点辣 又有一种清新感 嗯 过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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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很够肉汁 接下来呢 又是一道 我很喜欢吃 索饱味的菜 就是生菜 刚才我老婆说 这道菜呢 去 摆起酒最好 对啊 又有生菜 做多东西 芋头 那种真的 真的不敢吃那么多 吸饱 这些藍鱼汁 喝不到口 对啊 你看 最好吃的 是摆起酒 嗯 最后一道菜 炸生蚝味 应该是OK 好吃的 但是呢 吃到这个阶段 最棒的是芋头 大家刚才想到我 看到我的表现 是吧 因为筷子一夹 那就开了 很棒 它的味道还挺好 嗯 不是我吃过最粉的芋头 但是已经是刚好 因为如果你再粉一点 就很容易 夹都夹不起了 它又刚好 这个状态 我吃过一些 以前小时候 可能那种火候没有 现在这么好 各种 这样夹住 已经烂了 肉 就不会 哦 生蚝来了 一般都很少牛肉 生蚝都送上来了 拍到的 嗯 拍到的 刚刚炸起生蚝 会不会太热 好热 还有一个酱汁 这个是蕃茄酱 这个是蕃茄酱 蕃茄酱 实话实说 它里面的生蚝真的不太大 这个是真话 但是呢 你也要考虑价钱 人家已经写明是珍珠蚝 这个是蕃茄酱 而且整碟 只要三十八元 让我先拆开 这一只 它有点像天婦罗的做法 一个圆圆波波 外面是脆的 中间这里 是有些粉漿的 最后就是小的生蚝 有些是有两只 如果说中医 我最喜欢这里 如果说性价比高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师傅做得有心思 因为这样的价钱 你也要做这么多功夫 搞出来 对不对 还有 我想女儿应该是最喜欢 这个 这个要打包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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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吃饱饱了 最终买单是一百二十五元 那么 经济实惠 超多打包 那些牛肉我是吃完的 其他都吃不完 尤其是扣肉 才是夸张 吃了几件 现在已经很饱了 在桥东小区附近 有很多宵夜 例如我面前 这些 在街上已经坐满人了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再来 刚才我们买单的时候 那个执台的姐姐 那个姨姨 都不叫姐姐 教我们到众民族 她说 你千万不要 整天淋水 一个月淋一次 好了 淋米水 咦 又学会了 还有说到这个轻东楼 据我所知 它在这里 亦都开了很多年了 三十几四十年了 座底有四十年了 因为这条路就叫做轻东楼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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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 总之 全部都是她老婆 告诉我 我全部都是听她说的 因为这条路最久 其实是她 是 这些是老字号月赛馆 这些真是老字号月赛馆 在广州超过四十年的 其实并不多 还有 大家看看她的名字 有个楼字在上面 如果再老一辈 有七八十年的 通常都是 什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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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圆都有 小小的就叫做圆 大的就叫圆 就是这样 至于我面前 这里黑鬼懵懵的 其实就是广州市第九十三中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长长戏戏又说了一集 其实今天的主持 应该是老婆 不过她不出镜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她告诉我 只有铁板是我认识的 全部我都不认识 连那些花我又不认识 我认得两种 我真的认得两种 就不是说笑 是啊 就是这样 好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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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